为之 我吓死了 然后 刚刚风 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就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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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不翰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小明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张家界 比较有名的一个景区 这个地方叫做 鬼谷霞洞 鬼谷霞洞 这个今天呢 它是荒废了十多年的 一直都是没有老板 重新在这里开发 今天呢 大家去在这里看一看 听说里面还挺恐怖的 我准备在这边 先和你露营一下 今天就在这边露营了 怎么样 可以 我们在那搭起灶牌 准备生火 祖宝罗斯本押金吧 好行行 是吧 我们再好好逛一下里面 好 行 它那里为什么叫鬼谷霞洞呢 感觉好奇特呀 听说这里挺恐怖的 因为这个霞洞的话呢 它是是洞非洞 是霞非霞 相传呢 它是已经荒废了 现在至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 没有任何人敢来这里开发 是因为呢 有人听说 在这个霞洞里面啊 会听到 有婴儿的啼呼声 所以待会我们进去的话 估计这个胆子要壮起来啊 不然我们都不敢进去 因为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嘛 听说阿飘都比较喜欢这里 你看这里悬崖峭壁的 真的是特别的惊险 听说里面太胖的人还过不去 太高也不行 不知道我的身材能不能过去 这应该没问题吧 太胖了 你看 这是什么鸟 妈妈见过两个脸 快快快 看 那里 樱沟迷 有点像 好像这就是第一张脸 嗯 肌肉动那 给大家看看啊 确实是 如果跟这个围栏 长期是在14到18度 恒温的 你看确实再胖一点就过不来了 还好我恒着走还没问题 大家来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真的是特别的危险 脚板印 这边 责任是隆纳一个人 我们让准备的朋友过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个地方呢 主播自己想象力不太好啊 只能够看出两张大怪鸟 大家能不能看到更多的 在这里面大家来的话 一定要手机拿好了 掉下去的话就没了 要特别小心 你看 这个真的只能侧着走了 太狭窄了 要说横着走 我再胖一点我就过不去了 哎呦哎呦哎呦 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还好我不是特别胖 如果我再胖一点 估计我也进不去了 那确实 你看那些棕鲁树 形成的特别的有形 太小了吧 我们感觉像个狗冬一样啊 你看 这个地方 再胖一点真的过不去 因为你太胖了 蹲下去也有困难对吧 对 我感觉好神奇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手举在这里一样的 大家应该也能够想象吧 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觉得像什么 这种中鲁石 大家看见没有 大家看它这个像什么 现在把这些菜全部洗一下 黄瓜 鸡蛋 青椒 炒个白菜梗吧 白菜梗 现在我们在这边刚刚做完饭 那我们准备吃饭了 现在已经是吃饭饭了 小米同学在这边收拾东西 收拾网筷 刚刚这个水烧开了一下 这样就不冷了嘛 油也洗得掉 洗得掉 洗得掉 对 味道怎么样 这个大杂烩的味道确实不错 就在这个鬼谷霞洞这边做饭 简单又方便 只要是一锅炖 嗯 现在咱们把帐篷搭一下 把东西先拿一下 走 你先把帐篷搭起来吧 他这边帐篷已经搭好了 走吧 给大家看看 他的船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红色的毯子有点很破 哈哈哈 你不记得吗 还好 你不记得吗 这些红色洗清嘛 压洗 这里是一线天龙家风味 他这边可以吃饭的 如果你吃饭的话是 免费的 停车 而且这里有一个比较满意的 就是这里有一个洗手间 因为现在的话 它主要是淡季 所以说没杀人 怎么了 怎么了 哥哥啊 怎么了 我刚刚睡觉的时候 我的那个帐篷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我又不敢打开来看 你过来看一下了 没事吧 我现在才12点半了 别说一下 慢点 因为他一直在哭哭哭哭哭哭的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很害怕 我又 我又不敢打开帐篷 快点过来看一下了 好 是吗 好 是吗 好 我等你啊 我先穿下衣服吧 好的 我等你 我等你 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 没有 小小米 什么情况啊 没啥事吧 我刚刚不知道什么声音 你上了 我出去找 没事吧 快点快过来 怎么 快点过来 好吧 我就过来吧 没事 我看一下 快点了 快点 哦 好 行吧 不要走 我快点过来 我看看有什么东西 快点过来 看什么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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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刚刚不知道什么东西 飞到了我的帐篷 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说很大是真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怎么办 我怕啊 怎么办 我 行吧 我要 跟你换个地方 你睡有车呢 对 没事 我等你 如果再有问题再说好吧 你好好先睡觉 不行 真的 我现在头皮还发 手头皮都还发麻 我还没缓过神来 没事了 这什么事情啊 没事 你睡着 你睡一下又没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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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睡车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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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怎么都变黄了 这不是被吓的吗 你来试一下咯 你把衣服穿好冷了 快点 我要跟你换地方 没事 你睡吧 你睡吧 不行 不行 你再看看吧 我刚看了下没什么问题 你就睡到里吧 行 那等我 你 有什么问题 打我电话好不好 那你手机不能调电音 好好好 这没问题啊 好吧 没问题 我给你看一下啊 没事 好 那 那我睡觉了 不打你了 好 行行 你不要再吵了 你的事我还是有点胖